红烧大肘子 来了朋友们 今日菜系红烧大肘子 这肘子呀怎么做的又香又辣 不腥不腻又下饭呢 来吧朋友们今天我教你 把满环的肘子用火狠狠的烤一下 去除油泥去除毛根 用钢丝形给它蹭的白白净净呢 中间用刀给嘎一刀 这样更容易入味 肘子两嘴下锅焯出血沫 加半勺料酒去腥 开锅煮十分多 捞出备孕 另起锅加少许底油 加几粒冰糖小火骂熬 给它炒成糖色 炒成这个德行 下入大肘子 均匀沾满糖色 加葱姜桂皮八角干辣椒 烹半勺料酒去腥 来点生抽提鲜 来半勺黄豆酱 来点蚝油借个味 加开水摸过肘子 水量一定要添足 咱煮了时间久 多放点盐 少给点鸡精味精 来个万能的卤料包 大火给它烧开 转小火 扣盖焖60分钟 闭火焖30分钟 出锅浇上剩余的汤汁 这个汤配大饼饭老香了 朋友们学会了 帮我双击两下屏幕 我太感谢你们了